欢迎回到超级青光大道整决赛的厅堂 我们现在呢 其实我想已经这个叶医生 要非常谢谢 首先最要感谢的就是从今天 你们大概很早就来排队 我好像六点多就看到 很多的观众朋友在中式的大门口 在冷风细雨当中排队 而且一路做到现在 掌声给自己鼓励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对我们姐妹的支持 谢谢大家 欢迎下周再来 下周是总冠军的决赛啦 那么接下来马上 我们就要来公布分数 首先就要有请小林老师 公布星光七班的第八名 第七届超级青光大道整决赛的第八名 要恭喜常嘉宁 好 总成绩是82分 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对不对 已经挺到这个第八强了 对 自己发表一下感言 来小长 首先我要感谢很多人 然后要谢谢超级青光大道 然后有这个舞台 让我可以在上面唱歌 然后谢谢评审老师 谢谢桃子姐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 其实前几场我也有想 我都在我几场就已经到总决赛了 就其实也有一点想家了 所以妈妈姨姨奶奶我要回家了 还要特地要记得感谢爸爸 一路陪伴你的爸爸 对对对对 还有爸爸 要跟爸爸说 真的很谢谢爸爸一路一直都陪着我 然后也给了我很多指点 好 爸爸 爸爸在现场 跟大家挥挥手 这一路来 爸爸的这个一路陪赛 那同时还要选歌 对不对 还要照顾这个生活起居 爸爸真的是不容易 非常的伟大 谢谢大肠 谢谢小肠 恭喜 好 接下来要由小胖老师宣布第七名 第七届超级新光大道准决赛 总成绩89分 第七名 恭喜胡怀浪 谢谢 胡怀浪 请发表 得奖感言 在这边很感谢 超级新光大道这个节目 怎么说 给我 有这次机会 半年的比赛吧 差不多半年的比赛 来这个舞台专门是为了唱歌 因为 我小的时候 其实就很喜欢唱歌 但是 可能我家里面的人觉得 还是 好好学习吧 然后 所以 能够来到这边的话 让我好好地半年 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 第一次有乐队跟乐队老师唱 就是合作 还有第一次唱英文歌 然后第一次参加Live的演出 然后第一次感觉有 很多人在关注我的感觉 我非常非常地开心 然后在这边 我谢谢 谢谢 我的爸爸 我的 还有我妈妈 他们在竞技上支持了我 要不然我没有办法过来比赛 然后 还有最后谢谢 我在澳洲的所有的朋友 还有 我的女朋友 哇 我 我这次来比赛 他为了不想影响我 就把我在那个Facebook 任何的关系都给删掉 很伟大 所以也谢谢他 好的 在这边我们也掌声恭喜胡怀浪 讲到澳洲等待他的女朋友 让我要插播一个喜讯 也就是这个在之前的澳洲读书的编品线 他在这个过完年后即将要结婚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掌声恭喜他 在这边也再一次 恭喜常嘉宁 恭喜胡怀浪 谢谢两位精彩的演出 谢谢 好 我们中场统计目前呢 看到这个积分 刚刚大家这个 哇 开始讨论了起来 那我们看到呢 刚刚的这个分数卡 李嘉威是112分目前占据领先的位置 542第二名107 孙小亮102分 白潮洛蒙101 陈柯彬跟Erica倒是93分 所以呢 其实在下一站的总冠军 仍然会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对手系 那么在这边呢 我想今天最后是不是也请这个 小林老师来鼓励这六位选手 下一站该怎么面对 我觉得今天非常的精彩 大家都很用心 但是不要忘记 当你们是自己在台上奋战的时候 同样曾经给过你们指导的 今天这些歌手老师们 他们给你的许多信心跟力量 千万不要忘记 好不好 继续为自己奋战 好的 那么Roger老师 最后也是不是再提点一下 因为今天他们好像都成长的感觉了 对 今天大家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但是这一集做得这么好看 后面如果你们要单打独斗要决赛的时候 如果你们没有像今天的表现 你们可能就 你们就要真的记得自己对不起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还有也对不起今天来陪伴你们比赛的老师 所以一定要加油 我希望在决赛的时候 能够看到你们像今天一样的卖命 给我们看一个像今天一样好看的节目 好不好 大家加油 好 请所有的选手加油再次掌声 给他们一点鼓励 支持跟勇气 同时所有的观众朋友别忘了 下周就是我们星光七班的总决赛 那么来到现场的来宾包括了FIR 静寧老师会上台表演了是不是 哇 还有潘伟博 另外呢 沙皇琪老师跟黄小虎老师会合唱 哇 世纪魔音 所以其实在这边呢 敬请期待我们下周更精彩的星光总决赛 下周见赛事变所有的 观众朋友 叶子前面观众朋友 叶队老师 制作单位 英神老师 辛苦了 晚安 就在下周日晚间八点 新光七总冠军赛现场直播 黄金阵容的表演嘉宾 亚洲第一唱作天团FIR 以及超好听的歌王歌后新手合作 两位超级唱将黄小虎肖黄旗 将联媒演出给你最动听的歌曲 还有亚洲嘻哈舞王潘伟博热力登场 潘伟博即将舞力全开 带来沸腾全场的热歌近舞 大牌齐聚新光奕奕 新光七总冠军赛 究竟谁会夺下冠军宝座呢 下周日晚间八点 现场直播精彩可奇 千万别错过咯 超级新光大道 每周日晚间八点准时开唱 七五三便 感谢观看